4毫米的纸张在可工作的区域 把它对齐圆点 然后将切割材料放在纸上 看一下这边吧 看一下那个将电源处于关闭状态 月经屏无显示 我们将我们切割模板的时候将平板的刀拿下 拔出吸封管 将骨拿走 打开行枪 在这边来看 将螺丝松掉 怎么这个压根就看不见了 我靠 看这螺丝没 这样子松掉了 拿出 然后我们把这个铜柱拧到底 先把这个铜柱拧到底 顶到这个锡片 将形枪打开 将刀拿出 将刀拿出 刀拿出 刀拿出 放入冰箱 先將洗刀拿出 將彈簧夾頭 就這樣吧 細節一點把它搬出來 好 裝進 扣子 你裝好了 你裝好了 媽媽 人家都不適合你 按進去 好 然後 將洗刀 從下方 穿入這個槍體 多露出一些 然後我們將 洗刀固定在 這應該叫逆時聲宣傳吧 全轉道 洗刀 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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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下活動 但是 我們要把它鎖緊一點 稍微鎖緊一點 稍微鎖緊一點 你也不要太夠了 洗刀的玩意兒 洗刀不動 我們保證洗刀能活動一點 用手檢測一下 好就這樣吧 牛皮紙墊在 0.4毫米的牛皮紙墊在這個形象下面 不要電到刀 然後往下壓 然後往下壓 我們看到洗刀已經彈 彈上去一點 彈上去一點 這樣的話 保證這個平面是齊平的 我們松手 然後 然後 夾 這個夾頭 擰緊 緊到不能再緊 好 然後我們觀察一下 應該是在同一個平面的 OK 然後我們需要 調節這個 就是切 需要把這個材料切掉 所以 我們要調節一下這個深度 好 將這個稍微 將這個黃銅圈稍微擰鬆一點 然後將我們 將我們這個切割材料的厚度 墊到這個 這個裡面 這個縫隙裡面 把這個抬起來 把這個切割材料墊進去 好 墊進去之後 讓這個自由落下 壓住這個材料 我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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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帶一下 保證這個黃銅圈 已經壓到這個 墊面了 然後 把切割材料拿掉 放下 我們為了檢測一下 是否已經到這個深度 我們把這個 切割材料 放到這個位置 然後把它壓下去 看看這個洗刀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已經到這個 這個紙上了 然後我們找一個小的試指 看一下 已經完全錯過了 所以我們要稍微調鬆一點 那就是順時針 順時針調節 四分之一圈 然後我們再壓下來看 好像還是太深了 再緊緊 好 有壓痕 但是指不破裂 這樣就可以了 好了 沒有 然後我們關上這個行箱 將這個螺絲 已經擰到頂 將這個螺絲擰到頂 好 注意一定要緊緊 右手握住 這半邊的行箱 然後把它靠上去 這裡是有細節石的 它靠上去之後 我們注意一下 不要讓它動 用一個手幫忙一下 就可以這樣 用這個手抵住 左手抵住這邊 然後把這個孤 放進去 卡住 然後我們把這個套管塞起來 這樣的話 這個刀身已經調 調了之後 把這個黃蟲 並茂給 並解 好 然後裝筆 將記號筆 塞入這個 做筆重 然後放進去 這樣的話 筆是自由落到這個材料上面 我們保證 筆具材料有四毫米左右 頂緊 如果頂不緊 就用螺絲刀幫一下忙了 哈哈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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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快 就這樣 好 我們緊張擰緊一點 然後 我們開機 打開電源 打開電源的時候 我們測試一下 西風和西塵 是否都已經打開 你到時候回去慢慢撿吧 你到時候回去慢慢撿吧 聽到這個氣泡的聲音 西風是OK的 西塵 等一下 聽到這個西塵的聲音 好 OK 然後我們需要查看一下 是否設置成高速刀 以及高速刀的切割速度 到這關 我們以三毫米洗刀 切割1.5毫米的材料為例 三毫米洗刀切割的速度是 10到25 然後下刀速度是90到130 我們看一下 現在我們是將速度調到25 下刀速度是110 然後點 通話 這個視頻不就把早拍過了嗎 不是啊 媽媽拍索尼 你們啊 啊 你還用命的 哇 你這麼高級啊 點設置 然後刀測試 現在 再現了 這個是機器型號 然後我們導入樣片 從這裡啊 導入 然後我們導入 模板 導入這個樣片 然後我們現在呢 可以看一下裡面的設置 這個設置是不用變化的 我們看一下這個設置 裡面有一個X方向的精度和Y方向的精度 你根據單子上面填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個 因為我們是1512的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150X120 然後點保存 然後關閉 現在就可以切割了 我們點這個就可以開始切割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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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